南韩情侣间近来掀起一阵关于压芝麻叶的讨论 究竟一群友人在聚餐时 能不能接受情人帮朋友摘掉另一片 这波辩论延伤到演艺圈内 近日 李光珠 韩孝珠 江河纳受访时被问到这题 李光珠 江河纳大方表示没差 韩孝珠反应却恰恰相反 不同的想法立刻就掀起讨论 腌制芝麻也是南韩传统小菜 加菜时通常会两片叶子紧黏在一起 因此需要别人帮忙摘掉另一片 李光珠 韩孝珠 江河纳近日在受访时 被问到可以接受情人帮异性押住另一片叶子吗 江河纳一脸疑惑回答 这有需要有反应吗 李光珠也表示不会嫉妒 大方表示我没差 另一旁的韩孝珠却是陷入沉默 他表示不能接受 并回答 有必要帮忙 令身旁两位男生震惊 接下来 主持人再度问出死亡题 假如情人先帮朋友撥虾呢 韩孝珠摇摇头回应 这样就不对了吧 江河纳却天真的回答 我先帮朋友撥虾 然后撥给情人的先亲一下再给他 奇妙的答案立刻引来全场踏法 现场笑声肆意 事实上 演员李俊浩近日也曾被问到 押芝麻叶 他的回答堪称标准答案 因为芝麻叶粘得太紧了 如果帮别人摘掉另一片不太合乎情理 如果是年糕那种两个粘在旁边 还可以帮忙分开 泡菜的话也可以 但芝麻叶绝对不行 他这题强调了两次 再想一次还是觉得不行 帮忙分开芝麻也绝对不行